到底是谁应该对耶稣的死亡负责 耶稣之死是一件历史往事 也是一桩案件 圣经内外都有记载 是在历史上对于谁应该负责耶稣的死亡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甚至四部福音书本身也是各有强调的 我们先看圣经之外的记载 耶稣事件之后的几十年 有一位罗马史学家叫做塔西托斯 他说耶稣死亡的主因 就是当时的罗马总督比拉多 为什么呢 首先耶稣的罪状牌上写的是 纳扎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 在那个时代 谁敢自称是犹太人的王 那就是叛乱造反起义 这个罪名是相当大的 可以直接判处死刑 第二是耶稣的刑罚是十字架 这种刑罚犹太是没有的 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刑罚 只有石头砸死或者是砍头 没有十字架 十字架的刑罚是罗马人 对于非罗马公民的刑罚 其三是耶稣死亡的时间和地点 耶稣死在耶路撒冷 耶稣死在逾越节期间 而总督比拉多 恰恰就在逾越节期间会去耶路撒冷 平时他不住在耶路撒冷 他住在海边的凯撒勒亚 只有在逾越节大节日期间 他会去耶路撒冷 一方面显示罗马的权威 一方面能够维持秩序 因为逾越节大的节日 刚好是犹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 要特别万分的小心 那基于这个大的背景 只有当时的罗马总督比拉多 才可以判处耶稣以十字架的刑罚 这是罗马史学家 塔西图斯的记载和见解 所以耶稣的死因 在他看来就是比拉多 在相同的或者往前提一点的时间 也有一位史学家 他是犹太的史学家 他叫做约瑟夫 他的记载跟塔西图斯差不多 也认为比拉多就是耶稣死亡的主因 但是他还加上了 犹太公益会是耶稣死亡的次因 因为如果没有犹太公益会的合作 比拉多是不可能知道耶稣那么多事情的 如果没有公益会的合作 也不可能把耶稣提到比拉多跟前 而恰恰耶稣触痛了 触碰了公益会的名声和利益 预言圣殿被毁 制造很多混乱 这个也导致耶稣成为犹太公益会的眼中钉 所以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认为 耶稣的死亡的主因依然是比拉多 次因就是犹太公益会 好这是圣经之外的记载 那在圣经之内呢 四部福音书都记载了 耶稣被审判最后被临持架 四部福音书是各有强调的 比方说在马斗福音里面 主要说的是公益会 但是并不是公益会所有的成员 因为在耶稣受审的时候 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士就没有出现 所以在马斗福音里边 比较强调的是谁呢 是大司机的家族 是大司机盖法 是撒多塞人 是长老 是耶路撒冷的贵族阶层 导致了耶稣的死亡 甚至在马斗福音里边 还出过一个词 就是全体百姓 你看全体百姓 他们说啊 这个耶稣的死亡 就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了 他的血我们负责了 可是呢 学者们对这句话是有 有很多不同看法的 首先耶稣受审的时候 是在大早上 大早上 是不是有全体百姓都在现场 这个是非常成疑的 是要打问号的 因为什么呢 耶稣受审的那天大早上 是逾越节 就是吃完逾越节之后的早上 犹太的逾越节是彻夜庆贺的 即使不是彻夜庆贺 也是要庆贺到很久 所以那些人很晚才会睡觉 第二天大早上 一会供应会在一起 又跑到审判耶稣的现场 这个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是一点 所以所有的全体百姓 到底指的是谁 不可能指所有的犹太人 这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指所有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全体百姓 大概是少数的 跟犹太公益会 这个圈子的人 应该是指的他们 其二他们说 耶稣的血归在我们 跟我们的子孙身上 一小波犹太人 能够代表所有犹太人吗 这是一个疑点 其二 你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是OK的 你有什么资格 让你的子孙也承担呢 毕竟好几百年前 有一位先知叫做 耶雷米亚 他就说过 他说啊 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那时 人们不必再说啊 祖先吃了酸葡萄 孙子的牙也要酸到 不 个人只因为 自己的罪恶而死 只有吃酸葡萄的人 自己的牙才酸软 因此犹太人应该知道 个人的罪 个人负责 你做了错事 你不可能让你的子孙负责 因此那一句话 所谓的全体百姓 说的那句话 是从什么角度去理解 这个是也是值得我们细细思索的 因为错误的解读 也导致历史上 有很多的所谓的反有主义的产生 就是很多的 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 潜意识的认为 因为马窦的记载 潜意识的认为 你看见了吗 既然犹太人这么说了 所以他们跟他们的子孙 就应该对耶稣的死亡负责 也因为这个原因 基督徒多少对犹太人 都是怀有成见的 特别在以前的世代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是在历史上 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当然基督徒也说了 不是我们先迫害你们 先歧视你们 是你们先迫害我们的 对不对 因为在圣经也有记载 耶稣事件之后 马上不久 基督徒就被犹太人迫害 这个都是有的 但无论怎么样看 犹太人说的那一句话 是很值得我们思索的 我们不能够很过分的 就很粗暴的去简化这一句话 我们要把这句话回到 还原当时的历史背底 特别我们也要知道 马斗写福音的时候 刚好是犹太基督徒 跟犹太官方 是势不两立的时候 双方非常紧张的时候 你觉得马斗写福音的时候 能够不把这个事情 给影射进去吗 我想应该是会有的 这是马斗的看法 那马尔古德说的 耶稣的死因 主要是全体公益会 但是我们知道 全体公益会 总共也就是71个人 所以他们也不能代表 全体犹太人 路加说的 也是说公益会的全部人 但是路加也加上了 当时的分封侯 就是黑洛德安提帕 就是把西州若汉 处死的那个分封侯 这是路加的看法 至于若旺呢 若旺说是犹太人 可是在若旺福音里边的犹太人 并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 而是指有权势的 特别是耶路撒冷的贵族 以司祭长为代表的那个圈子 那若旺也记载了 当时的退休的大司祭 叫做亚纳斯 还有再职的大司祭叫做盖法 就是这两个人 亚纳斯是盖法的岳父 因此在若旺看来 似乎是犹太的贵族 应该为耶稣之死 负有主要的责任 包括彼拉多也有 所以我们简单的看 四部福音的话 其实很难总结出来 我们只能把它们融合 融合起来 说四部福音的看法 主要是犹太公益会 特别是耶路撒冷的贵族 就是撒度塞人里边的大司祭的 这个家族的这个圈子 他们是导致耶稣死亡的主因 但是也有彼拉多 彼拉多代表的是罗马权力 也有黑洛德安提帕 黑洛德安提帕代表的是地方权力 所以耶稣之死就可以总结为 一方面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如果没有政治原因 彼拉多是不可能判断耶稣死刑的 即使那个政治的原因是别人捏造的 但是如果没有宗教的原因 公益会是不可能把耶稣交出去的 因为公益会很在意的是 耶稣犯了亵渎的罪 特别是针对圣殿的一系列的言论 这个触通了他们的神经 这是圣经的四部福音的记载 当然这是比较简单的 圣经之内跟圣经之外 都说到了谁应该为耶稣之死负责 无论是代表罗马权力的彼拉多 还是代表犹太权力的公益会 特别是公益会里边的大司机这个圈子 客观上我们看这个事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看到这样就结束了 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们等于是把耶稣的死亡的事件 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历史往事 或者一个历史的案件 可是为基督徒来说 耶稣之死是一个救赎的事件 是一个恩宠的事件 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案件 因此如果从救赎的事件 从恩宠的事件来看 耶稣死亡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还记得 耶稣在罗王福音里边说过说 父爱我 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 未再取回他来 谁也不能夺取我的性命 而是我甘心情愿的舍掉他 我有权舍掉 也有权取回 这是在罗王福音十章 耶稣说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无论是罗马的权力 还是犹太公益会的权力 如果没有耶稣甘心情愿的 把自己献出去 那根本就不可能 有十字架这件事情 因此更深的理由 为基督徒 就是为相信耶稣的人来说 我们应该站在 耶稣的角度去看 而且保禄 保禄记载的一端是更早的 保禄说呢 在加拿大人书里边说呢 我生活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他爱了我 且为我舍弃了自己 这是非常古老的见证 也是初级基督徒 都加以宣认的 耶稣之死 虽然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 有政治的因素 有宗教的因素 有罗马的因素 有犹太公益会的因素 但是耶稣之死的 更深层的原因是 耶稣身为天主子 甘愿把自己献出来 甘愿能够拥抱人的痛苦 甘愿能够经验人 人的世界里边最无奈 最绝望 最痛苦的那个 这是耶稣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强迫他 虽然在福音里边 好像是公益会使了劲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权利介入了 还有一点 即使我们跳过耶稣这一方面 我们也不可忘掉 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不可忽略的 就是耶稣当时最爱的门徒 你想一想 如果没有耶稣的徒弟 犹达斯的出卖 那公益会能那么轻易的逮捕耶稣吗 还有如果当时的其他的门徒 都对于耶稣没有逃好的话 也许福音的故事 耶稣的苦难时 又要有另外的写法 因此也不可忘掉这个观点 就是耶稣门徒的成分 尤其是犹达斯的这个成分 可是犹达斯必定是耶稣门徒的一份子 所以他代表了门徒的圈子 因此我们看罗马 犹太公益会 包括少部分的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还有耶稣门徒的圈子 这些就是耶稣死亡的大背地里面 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 很清楚的分辨当时所有的状况 尤其是当时这些人的内心状况 无论是比拉多 是公益会大司机亚纳 是犹达斯 还是其他的门徒 还是其他的人 他们善意的是恶意的是 无奈的是 明知的是 是无知的是 恐惧的 还是蓄谋已久的 其实每一部福音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最终我想比较好的看法是 我们都站在这个历史事件之外 我们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 说父啊 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 谁应该为耶稣的死亡负责呢 看来在耶稣的这句话里边 没有人需要为他的死亡负责任 因为他是甘心情愿的舍弃自己 给出自己 他不仅仅是这样 他还祈求天赋 宽恕所有导致他苦难和死亡的人 那些人不用背负 因为他求天赋宽恕 宽恕的话就是抹去了 赦免了 没有了 因此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 谁该为耶稣的死亡负责 我们再也不要 只是从圣经的某一计划里边 或者某一个片段里边 来把耶稣的死亡归因于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团体 或者是某一个权力 那样的看法都是不客宽的 我觉得教会有一个传统说得很好 他说每当世界上仍然有不正义 有暴力 有冷漠 有罪恶的时候 就是再一次把耶稣定死 再一次让耶稣的苦难仍旧延续 因此我们现在要反省的是 是我们所处的社会 我们自己也好 社会也好 如果我们陷于罪恶 陷于不正义 陷于暴力 陷于冷漠 等于是怎么样 再一次让耶稣受苦 而且我们这种 让耶稣再一次受苦的手法 一点都不比当年的任何人来得弱 让我们纪念这段往事 让我们忘掉 不需要有某一个人负责 而是耶稣为了所有的人